回老窝探亲将近两个月时间了 我们俩就是到底回来花了多少钱 还有就是有人在问说 我们回来这次到底是挣的多还是花的多 大家好我是涛子 四百里大家好我是老窝女和蜜 最近有很多粉丝朋友比较关心 就是我和蜜我们俩这次回老窝探亲呢 看我们天天说买买买 就是看着不停在花钱 他们一直就是在问说 涛子来这边花了多少了 所以就是我自己也算了一下 今天这期视频就大家主要讲一下这个话题 我和蜜是1月6号来到老窝 然后7号到岳母家里 今天呢是2月26号 等于是50天了 这次来其实就是还好 为什么因为就是一直住在 岳母家里 所以他我这个吃是不花钱的 哎是不好意思是住是不花钱的 我们再来说一下吃 吃的话其实也花的少 基本要么我跟着丈母娘家就是吃老窝饭 要么就是自己买点面条啊买点面粉 做我们陕西的面食吃 这就是等于我和蜜这次来 一个吃住花的特别特别少 嗯啊然后花呢就是主要花在哪里了 等一下说一下可能大家也都看得到我的视频 嗯就是丈母江娘家添置了好几个大件的一个东西 啊这个花的比较多 还有一个就是多的是我刚来老窝的第三天第四天啊 就是岳母娘家为了就是欢迎我们两个回来 给我们专门杀了一头猪啊摆了一个和一个小的宴席一样 我们邀请了啊亲戚 邻里还有蜜的朋友一些过来吃了一个饭啊 那个那天也花的多 那个就是一个宴席下来 我记得我后面算了一下也将近花了5000块啊 还有后面我记得花的一个大头的钱是 嗯就是那时候过冲节 我们中国冲节的时候 我也在这边就是邀请了一下亲戚邻居这些 我们一起过了一个冲节 就过了一个晚上 但那天晚上消费也不低 你知道能花多少吗 不知道啊小2000将近2000啊 因为我们那天是买了很多吃的喝的 不吃吧 嗯就是2000多一点 我算了就是个2000块 你感觉比那个要多哦 那可能是不是我有的漏算了 我感觉下来是可能有那么多 我自己也算了一下 就是我们从回丈母娘家的一个花费总共有多少啊 你来猜一下我们就是到目前为止能花多少了 1万多 1万多 嗯加上一个来时的路费的话啊 已经有3万了 3万了啊 还不到两个月 可能还有10天就两个月 到现在等于是50天 花了将近3万 这个消费真的 晚晚就是远远的就是超出了我的一个预期 怎么能花那么多呢 那你是不知道 不算不知道一酸吓一跳 主要就是给家里就是我们这次添置到多 这个其实怎么说 花是花了但是花在有用处的地方了 对吧 这就是用在刀刃上了 你看就是 就是粘米机啊 洗衣机啊 还有那些 其他的一些冰箱啊什么的任何东西 这都是一些有用的东西啊 以后就是给我们家可以创造价值 要么可以节省一些人的一个劳动力的 所以比较那个 比较感觉就是 有用啊 好的 花都说完了 我们现在来说一下就是我们来 丈母娘家这 50天 我们能做这个通过这个自媒体啊 能得到多少收益 这个就是话题很多朋友一直在我的直播间 也一直在问 我也没有怎么说过 今天呢我也就是 给大家大概说一下 我也没有去细算 因为我们就是做这个自媒体就是现在有 目前有三个平台在做啊 抖音呢只是其中一个 但是抖音也是其中 粉丝量播放量收益最高的一个平台 啊 然后今天也是一个值得开心的日子 就是啊 我们 回来之前呢是14万的粉丝 到今天为止刚好涨到了44万 等于我们50天时间来丈母娘家 长了整整30万的粉丝 开不开心 开心 真的很开心很开心 真的超远远超出了我一个 预想和一个期望吧 嗯 当时我想的就是 啊来老窝一趟以后能长到30 啊就已经很不错了 没想到现在已经突破30 甚至突破40了啊 只希望就是我们回去的时候 在这边再带个个把月 看回去的时候能不能长到50 60甚至更多啊 会的 像包括希望肯定是会的 好言归正在我们再说一下 就是我们的一个收入吧 嗯 三个平台 抖音是一个算收益最高的一个平台 因为大家也能通过的一个视频 播放量可以看得出来 确实那时候在国内的时候啊 视频播放量比较比较低很一般 每天可能就是通过这个视频收益就是 够生活费真的是够生活费啊 但是来到这边以后 可能就是说真的说已经通过这个抖音 已经开始在挣钱了 而且就是远远的比那个上班的工资要高 嗯 其他两个平台的话就是 现在挣的就是还是生活费 哈哈 嗯来总结一下 至于就是具体我们现在挣了多少 其实我套子也没有去细算啊 但是大概的话 我算了一下就是我们这次来花的这个米 和我们这个视频过来就是挣的这个米啊 能够刚好两个相接和相包住 理解我的意思吗 理解 就是来这边花的那个花的那个钱 刚好就是我们也能挣回来 嗯所以就是等于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回来以后虽然说你感觉花了三万花了那么多 但其实也还行啊 就是我们现在等于说来拿在这边挣的一个钱来 就是给丈母娘家做一个改善什么的啊 这个就是你现在先不说挣钱 我们好好做自媒体好好找粉 以后啊回家了在那个越来越好吧 对 好了视频就分享到这了啊 感谢大家对我们俩的喜欢和支持 然后我们也会多多的努力 多多的拍一些这边的一个 大家喜欢看的一个视频啊 所以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多多支持我和米 让我们在这个自媒体之路上 在这个自媒体上能够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也希望我们能够就是能够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啊 下期见 拜拜